如果说谁是当下最有天赋的女子格斗选手 那一定非格雷斯 刚卓姆莫属 格雷斯 刚卓姆被认为是 现役世界上最具天赋的女子柔术运动员 在吴道福柔术比赛中 格雷斯以强大的统治力席卷了美国柔术界 虐变了同级别的青少年之后 他又开始参加成人比赛与无差级别比赛 就连体重更占优势的四届JJ世界冠军Rikoguasa 也只能和他打成平局 而格雷斯今年只有18岁 众所周知的日本柔术与柔道水平在世界位居前列 所以很多人在看到这张亚洲面孔时 会以为这是一位日本人或者是日本混血 然而格雷斯是一位纯正的华裔 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孤儿 出于种种原因不幸被抛弃 现在的父母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收养了他 并把他带到了美国 给予他最好的爱和教育 格雷斯在五岁时就开始接受柔术训练 并且表现出极佳的天赋和浓厚的兴趣 同时他还练习跆拳道 空手道 摔跤甚至MMA等格斗技艺 他在12岁开始参加职业比赛 在近40场的职业生涯中 只在两个月前输掉过一场 对手是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Mesa Bastos 2020年7月份 格雷斯被美国著名柔术家 第十星系柔术队的掌门人Eddie Bravo 授予了黑代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年轻的女子黑代 如今 格雷斯已进入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 目前他还是想以学业为主 一边学习一边打比赛 毫无疑问 他已经创造了在柔术领域的辉煌 而由于吴道夫柔术与MMA相对接近 同时他也有打击技术训练 所以未来转型MMA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自己的身份 格雷斯表示 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 我只在中国生活了几个月 我的父母在北京办手续收养了我 他们也不知道我出生在哪里 我从未学过中文 也没有和中国家庭在一起过 我只回过一次中国 在我四岁的时候 我的父母带我回中国 收养了我的妹妹 讲到孤儿时 善良的人都有同样的共情 会不自觉地在前面加上可怜两字 因为孤儿就联想到悲剧 肇事孤儿甚至一度感染福尔泰 以他为蓝本创作中国孤儿 影响大量西方观众 中国也有许多名孤 比如孔子 玄奘 朱元璋 他们都是丧父丧母 但在孤儿中还有契英 契英里历史上 有个更早的名人 周族先祖 契因为被一弃名就叫契 我们不知道格雷斯 因何成为孤儿 然而幸运的是 新的生活让他拥有了 自己所热爱的兴趣 并给他提供了发挥自己天赋的条件 希望他的未来越来越好 也希望以后能在MMA赛场见到他的身影 像格雷斯这样的契英 据统计有十万多人 百分之九十都是女孩 在被抛弃的残酷现实面前 他们连自己是谁 跟在哪里都不知道 更别谈让他们爱上中国 2013年挪威纪录片《双胞胎姐妹》 讲述了2004年长沙双胞胎米亚和亚历山德拉 被一对美国夫妇和挪威夫妇分别领养的故事 感动了很多国内外人 也就在这对双胞胎被收养后的2005年 这一年共一万五千个中国孤儿被收养至海外 其中美国最多打破中国自1992年开放跨国收养起的记录 2015年西班牙记录片《没名世代》 青春期的样子 讲述了1995年来 1.8万中国被遗弃女婴被西班牙收养25年后 成为西班牙籍后的幸福生活 两年后 西班牙成为全球收养中国女童最多的欧洲国家 占比24% 自1996年 民政部下属儿童福利与收养中心成立 截止2015年 中国已有13万儿童被国外收养 有90%是女孩 成为儿童跨国收养最大输出国 为什么这么多? 还大部分是女孩 一方面 外国人收养一个中国孤儿费用只需5000美元 其中3000是捐给福利院 2000是手续费价格不高 并且办理手续的效率很高 一般三至十天就可完成 不像在美国半年都未必能领走 另一方面 申请收养中国孤儿的难度相比其他国家要低 以前是一年半的等待期 现在虽然加至3-5年 但如果是残障儿童 时间可以减半 并且可以直接在福利院看到被领养的儿童 更重要的是 相比其他国家 中国孤儿更多的是健康的背弃女婴 一对美国夫妇领养的19个孩子中 有16个来自中国 其中有两个还患有自闭症 两个孩子双侧节肢者 三个孩子患脑瘫 一个男孩双忙 两个女孩单眼忙 两个女孩子患唇恶劣 显然童话也有背面 华裔女孩奥利维亚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瑞典新首相在收养中心主席期间 也曾收养三名中国儿童 被指控伪造文件 面对跨国收养的问题 全世界都变得更加谨慎起来 2001年柬埔寨关闭了海外领养程序 俄罗斯在2013年 暂停了与美国的跨国收养 而中国在2005年收紧了海外领养政策之后 申请到中国跨国领养儿童的数量 虽然减少70% 但仍然改变不了 中国被领养孩子90%以上是健康 且年幼的女婴的事实 要说这个问题 就不得不重提这三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就是英国姑娘格雷蒂斯 艾伟德 1930年年仅30岁的雷蒂斯 只身一人从英国到中国 1.2万公里历时近一年 来到中国山西扬城 做起了传教士 定于1936年 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传教士 她在中国先后收养100多名孤儿 当她回到英国后 写下自传改编程小说小妇人 还被女王接见 1957年 她去往台湾 成立成立艾伟德孤儿院 去世后 还被亲笔手术红到一爱 第二个女人 就是兜桂马 1960年 由于大饥荒 上海儿童福利院 接收了太多被遗弃的孤儿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 3000名上海孤儿 被送往内蒙古 他们被安排上草原上的育婴院 年仅19岁的兜桂马 是育婴院中的一名保育员 4岁那年 她成了孤儿 同病相连 让她承担起照顾并收养孤儿的大爱 自己忍饥挨饿 一生未孕 让她收养的28个孩子 没有一个患病 没有一个残疾 没有一个夭折 2019年兜桂马荣获国家勋章 被称为草原母亲 第三个女人 就是李丽娟 她16岁时 是名护士 嫁人后成了当 第百万富豪 丈夫却败光了家产 甚至为钱 把自己的儿子 都给了人 虽然后来李丽娟 救了回来 但失去孩子的痛苦 让她从此走上 收养孩子的路 21年里 她共收养了118名儿童 随着自己收养的孩子 越来越多 名气也越来越大 还被评为了 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 却没想到碰上了硬查董明珠 一下撕开伪善的真面目 81年里 这三个女人分别救助的三千多名孤儿 一百人是因为战争 三千人是因为饥饿 一百一十八人 却是因为金钱 自2011后 中国的孤儿数量开始逐年减少 从50.9万到2021年的19万 这是值得欣慰的 但是生儿生女已经不重要 这19万孤儿里 却有98%是重病重残儿童 如果说孤儿逐年的减少 一方面因为出生率在下降 一方面也和越来越多的人 不想结婚 接不到对象有关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和生活作风问题 进而导致了道德观念的变化 生父母没钱志不愿意志 就把病重残儿童抛弃不顾 不仅是道德的沦丧 更是人性的缺失 或者本身就不配 可是不管我们再怎么谴责 孤儿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主角 他们需要被救助 这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前几年海外收养数量变多 被收养的儿童成长过程中 凸显出来的问题 也被放大 中国人认为 孩子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 外国人认为 孩子就是来到人间的天使 所以外国父母不会隐瞒 孩子是被领养的事实 但文化的认同感是刻在基因里的 以前 有一款角色扮演的游戏 我的孩子 生命之拳 在游戏里你每做一次选择 这个孩子都会走向不同的人生 直到游戏结束 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会被遗弃 我的生日是哪天 我有兄弟姐妹吗 这四个疑问如同游戏一样 成为了普遍被收养孩子的人生议题和创伤 因为肤色 他们一开始就要接受 自己被学校同龄孩子取笑是孤儿的嘲弄 因为排斥 他们可能直到成年才能逐渐从被遗弃的困惑中走出来 或者终生挣扎在是丢弃的孩子里 没有自信 没有身份认同感 生活中孤独和被误解中 哪怕他们的养父母很爱很爱他们 据不完全统计 美国收养的日本儿童约一万人 韩国儿童约有十六万人 中国儿童约十万人 如果你是养父母 你会做出什么样选择 从宋朝到清朝 在中国孤儿苦难的命运史中 悲悯和救助断过 好在又接上来了 但从苏氏到张之洞 质疑和冲突 仍旧没断过 哪怕是到如今 可是孤独的难题没有解决 那些整年见不到父母面 听不到父母声音的二百六十万留守儿童 虽然不是孤儿 却成为精神孤儿 比事实孤独更让人难以释怀 圣人不死大道不止 被遗弃的孩子是被你放弃的人道 谁都有原始欲望 有道德 缺陷 但从来没人有要求 谁做一定要做个圣人 可你起码能让自己做个人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